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青石镇,只是在他们上次摆摊的地方,顾明霜却看见了一个不速之客。 顾小姐,苏大哥。 你的桃花寨自己应付。 说完,他走到了摊位前面,把面膜拿出来摆好。 苏大哥。 苏恒景已经目不斜视地走到了他的身边,主动把顾明霜手里的活计给接了过来。 你去边上坐着休息,摊子我来摆。 苏大哥,我来帮你吧。 哎呦,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,一定很辛苦。 顾小姐,虽然苏大哥住在你家里,可是你也不能把人当畜手使唤呀,让苏大哥一个人在这里干活呢。 他想帮我干活,你管得着? 那你也不能这么磕待苏大哥,苏大哥可是男人,不吃东西光干活怎么行。 苏大哥,要不然我带你去边上的酒楼吃饭吧。 里面的有道招牌菜,酸菜鱼,你一定会喜欢。 我不喜欢。 薛青龄本来就挫败。 余光看见顾明霜幸赞乐祸的样子,差点没气地一口血喷出来。 顾小姐,你这头上的簪子起码也得三四两吧,你们乡下人能拿得出这么多银子吗? 哎,你赚点钱也不容易多给家里面人花花,少买点这些首饰簪子,这些东西不是你们乡下人带的。 你怎么知道我没给家里人花钱?你去我家里看了? 看你的穿着就知道,钱全部都花在自己身上,还要我去家里看吗? 簪子是我买给双儿的。 苏大哥,你怎么能给他买这么好的簪子? 我乐意,不用你管,滚。 他委屈地抬起头来,楚楚可怜地看着苏恒景,终于还是被男人朗默的目光给打败了,气冲冲地转身走了。 双儿,我做得你还满意吗? 嗯,满意。 街角,没走远的薛亲凌看着两人齐了融融的样子,气得折磨牙。 小姐,出来也有段时间了,我们要不要回去啊?万一被老夫人发现可就糟糕了。 闭嘴,我还有一出好戏没看完呢。 小摊上,顾鸣霜已经将所有面膜都摆了出来。 不仅有面膜,还有他从封场带出来的花蜜,就在大家设伙朝天排队购买面膜的时候。 你这天杀的黑心老板,我被你害惨了,你赔我的脸。 你的脸怎么了,跟我何干? 你还好意思说,就是因为用了你的玫瑰面膜,我的整张脸都烂开了。 你说,你这脸是用了我的玫瑰面膜才变成这样的? 不是你的面膜,还能有谁? 整个青石阵,只有你一家有面膜,难道我还能冤枉了你不成? 顾鸣霜眯起眼睛,上前两步。 对方脸上这症状的确是过敏,可根本就不是面膜过敏。 看来,自己是遇上了碰瓷的。 你这黑心东西,把我害成这个样子,你还有本事笑得出来? 大家都过来瞧一瞧,看一看。 故事的玫瑰面膜千万不要买,买了可是会毁容。 你们,看看我的脸,不想变成我这个样子,就千万不要买他们家的玫瑰面膜啊。 天哪,这玫瑰面膜也太恐怖了吧。 就是啊,你瞧她的脸都流浓了,我要是变成这样,我家男人肯定休了我。 哎呦,不行不行,这玫瑰面膜我不要了,老板,退钱。 就在此时,不远处的薛清凌走了过来。 大家都别为难老板了,说不定这事不是老板的错呢? 事情既然闹得这么大,不如报关吧。 说得对,说得对,带老板去报关。 都给我安静下来。 你们要退货,可以,一个个的都排好队,我人就在这里,绝不赖账。 不仅如此,今日若是证实了是面膜的问题,我十倍赔偿。 顾小姐,我相信你家面膜没问题,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 没错,这玫瑰面膜从开始我就在用,你看,我的皮肤多光滑呀。 大家都是女人,我这脸成了这样子,家里男人都不要我了。 天杀的黑心店家,不给我个公道,今天我就一头状子在这里呀。 顾小姐,我知道你是乡下来的缺钱,可是你为了赚钱,也不能害人呢。 你看她的脸都变成这样了,以后怎么生活? 要不然,你给她道个歉吧,赔偿点银子,要是银子不够的话,我可以借给你啊。 面膜的事情,我代替顾小姐给你道个歉,你就别再怪她了。 她也是家里面缺钱,你想要什么赔偿,我来帮她。 顾小姐,谁做生意还能不出错的,我看你也别嘴硬了,如果有什么难题,我可以帮你解围。 要是你的钱不够赔偿,我这里这根簪子给你。 不必了,你的簪子自己留着吧,我先走。 顾小姐,你也太过分了吧,我只是想要帮你而已。 你,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伤人心? 帮我,面膜的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。 万一是这个妇人诬告我呢? 你出钱赔偿,安得什么心呢? 你! 怎么,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了你呢? 非清非故的,我只是不想麻烦学小姐而已,你可别投心呢? 我! 你说你的脸是因为我的玫瑰面膜才烂掉,是不是? 是,就是因为你的玫瑰面膜! 好,若今天证实,你这脸不是因为玫瑰面膜而烂,那你就是诬告。 我会把你扭送官府请最好的壮师,让你把牢底做穿。 你敢还是不敢? 敢,我敢! 好,这可是你说的。 你要的东西找到了,就是在这个妇人的厨房里面找到的。 你们去我家了,你们去我家干嘛? 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? 这要渣就是你烂脸的罪魁祸首吧。 你故意烂脸来诬陷我,到底是为了什么? 我,我没有! 你们随便拿点药渣子,就想来诬陷我,当大家的眼睛都瞎了不成。 我跟你无冤无仇,怎么会故意烂脸来诬陷你呢? 大家都是女人,不知道脸对女人来说有多重要吗? 顾小姐,就算是你想要给自己开脱,也不用随便拿个药渣子出来,说别人陷害你吧。 大家可都看着呢,又不是傻子。 你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开脱? 非夜非夜,我这可是要救她的命啊。 救我的命? 你说这药不是你的,不急。 我也不逼着你承认,如果我没有闻错的话,这药渣里面放了树西,小棚草,杜鹃枝叶等数十种,会让人浑身发痒的药草,对吗? 五四眉,天竹葵。 单独放开来用,不过是寻常的药草,可若是放在一起,就会产生剧毒。 人若是服下,不出五天,蹊跷流血,暴毙而亡。 你在胡说,你一定是在胡说。 行,那就当我是胡说。 不过,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心跳加快喘不上气来? 这可都是剧毒发作的前兆呢。 听说这剧毒发作之后,并不会一下子毒发身亡,而是会长穿肚烂。 等到肚皮一点点流出血水,蹊跷都往外冒险,才会一点一点失去知觉呢。 别再说了,这毒怎么解,你快点告诉我,这毒怎么解开。 你不是说这药渣不是你的吗? 是我说谎了,这药渣是我的。 那你过敏,到底是因为这药渣,还是因为玫瑰面膜? 是因为药渣,这一切都是我在诬陷你,根本就不关玫瑰面膜什么事。 哎呦,真是没想到,故事老板娘竟然是被冤枉的。 我早就说了,玫瑰面膜我用了很久了,都没有出问题,这下看来,我没信错人。 你为什么要来诬陷我? 我耐心有限,若是让我发现你敢说谎,不仅不会给你解毒,还会按照之前说的,把你扭送到官府去。 让你在天牢里面毒发身亡。 我说,我说,我求求你,一定要替我解毒。 快说。 是,是,是。 说话小心点,一次诬告不成,若是敢再次诬告,可小心有你好果子吃。 你自己死了不要紧,想想你家里面的儿子,仔细地点说话。 是我眼馋你的生意,心里不甘,才想出了这么一个计策。 想从你这里讹点银子时,都是我的错,跟别人无关。 这就是你的实话。 是。 刘五爷,麻烦你把这妇人送到官府去,请个壮师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,赏他几口劳饭吃。 妇人胡闹的时候,刘五爷就在边上,也是他带着苏衡警找到那妇人家里面去的。 解药,解药,你还没把解药给我呢,快点把解药给我呀。 我警告过你,别对我说谎,既然说了谎,就要付出代价。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,就已经被刘五爷给拖走了。 妇人一走,围着看热闹的人群,就四散看了。 顾鸣双转过了头,冰冷的目光落在薛清凌脸上。 你,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? 你自己心里清楚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苏大哥,我知道顾小姐心里有火气,可也不能冲着我来啊。 这件事情跟我又没有关系,我也是担心你们。 这才回来看看的。 别装得楚楚可怜。 刚刚你和那妇人一唱一和,想把屎盆子扣我头上的时候,怎么不哭啊? 顾小姐,你怎么能冤枉我? 我只是想帮你解围啊。 你和那妇人是一伙的。 我,我没…… 你不用急着否认,这事儿也不需要你承认。 是不是一伙的,只要去查查那妇人最近见了什么人,收了什么银钱,便一清而出。 眼泪禽在眼角半天,眼见着苏恒景没有丝毫反应。 薛清凌终于绷不住了,尴尬地转身离开了。 对了,待会儿面膜收了摊,我们去何方斋找一趟钱掌柜。 多听你的。 到了何方斋之后,钱掌柜好久不见了,今天我来是带了一道新的小吃菜方过来。 呦,顾小姐,您带了什么小吃菜方啊? 这道菜方有点复杂,原材料一时三刻也准备不好,我今天过来是先把菜方给你。 等你准备好了,我再当场做给你看。 行,顾小姐,你放心,我这就吩咐人下去,把材料备好,等你随时有空过来,露一手。 您这么信得过我,就不怕我做出来不好吃吗? 顾小姐,你还不知道吧,你上次给我的毛豆方子一经推出,当天就卖空了。 这几天,回头客络绎不学,各个分店都卖得红祸着呢。 您说就这,我有什么信不过您的呀? 如今,您肯是我们何方斋的财神爷呀。 行,那我后天再来一趟,亲自演示一遍给你看。 钱掌柜笑容满面地送顾明霜到了门口。 顾小姐,除了方才那两件事,今天恐怕还有一件事,要提前向顾小姐道喜了。 道喜,什么事情? 这个,我就先不说了,您只管回家看看,就知道了。 走在大桥村的泥路上,远远地就看见一群人围在赐家门外,议论纷纷。 哎呀,从今天开始,我就是秀才他奶了,这可是你们羡慕不来的福气呀。 哎呦,我们老顾家的祖坟真是冒清烟老,文君竟然考中了秀才,以后我老婆子有福咯。 我老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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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。